我今次這個駐校藝術家的計劃 是想帶給理大社群一個很簡單和直接的方法 去跟大家怎樣去推廣音樂 和怎樣將大家帶入音樂入面 因為音樂其實在我們生活中是隨時都有的 和大家都在接觸中 但是真是怎樣去欣賞音樂 怎樣為之一個職業的演奏 我們是否可以向職業那方面接品一點 所以這些方向我都想透過今次的活動 來介紹給理大整個社群認識 今次的駐校藝術家計劃 總共有三個部份 一個就是一個講座 原來音樂不是那麼難去演奏和接觸 所以透過一些很簡單的 和很人性化的方法 原來其實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從事音樂 其實說到去接觸古典音樂 在不同的時期其實都是一種音樂 莫扎特、貝多芬在四、五、八年前 那是流行音樂 但是四、五、八年後就變成古典音樂了 所以在五、六、八年之後 我們現在聽的可能都是古典音樂 其實我們現在聽所有的流行音樂 他們的寫法和作曲全部的基礎 都是從古典音樂開始的 所有所謂的和聲結構 旋律、伴奏、編曲 其實都是要有古典音樂的底子 和訓練才能寫出來的 當你聽不同類型的音樂 其實都是一種的 就是一個和聲之下 變幻出來這麼多的東西 第二個就是一個分享的體驗 其實排練的過程是 整個音樂會成功的關鍵 我們去聽音樂會 聽到的是一個完成品 怎樣去排練 怎樣去成功樂團學習 來演奏這首樂曲 我們會安排學員 會在樂團坐在樂手之間 看看整個樂團的排練 和整個樂曲怎樣去練出來 原來一個音樂的句子 或者一個和聲 或者怎樣和諧的演奏 原來是要透過那麼多 不同的分部合作才能做出來的 他們就可以感受到 原來音樂是這麼有趣的 而最後一個高潮 就是大家都熟悉的 《布多芬第九交響樂》 一個非常難得和非常曠世的名著 其實我選擇這個樂曲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希望李大 我們這個樂團和我們李大的合唱團 每一個人都可以在人生裏面 有一個機會可以接觸到 一個這麼偉大的作品 因為這一首的作品 有時候連職業的樂團 都不一定有機會去演奏 而我相信將一個這麼偉大的作品 在李大給我們的團員 給我們的師生 給我們的學員演奏過 我想在每個人的生命裏面 我覺得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回憶 給小午後 合唱 與